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来到交涉现场 plasticphoto.hk 喂 我们今集真的一个话题讨论了 是啊 很厉害 升级玩乐 这个乐字不知道来自哪一方面呢? 不知道 开心 不知道哪一方面开心 到底是买那个开心还是买那个开心呢? win-win win-win situation 讲到这么大 按下去了 其实它有很多优惠 我好像找它的来龙去脈 又跳了去升级玩乐的官网 之后呢 其实它中间还有很多优惠价 但是我们当然是想看这个 旧机trade in 旧机回收优惠 有多优惠 那你正常想啦 Canon做回收优惠 最多都是拿Canon机去回收 是啊 哪想到其他机都可以啊 这次就真的做到东西了 引你入坑 是啊 是的 那我们也有认真去认识它这个 trade in offer 那我和家后还有一个 discussion 哇 这么大胆的 那当然啦 都要highlight 资料是由美丽华相机提供的 美丽华相机真的做生意的 是啊 所以这次 就是没有说错 因为在刚才我们预备的时候 甚至乎有提过 我自己都是在做相机 或者是做trading公司打工 那就是说 你通常做trade in offer 我原本以一个brand来计 其实我是为了想拿阔一点的市场佔有率 嗯 甚至乎可能我以前做数码背的时候 那我Facebook呢 就会trade in 你部lift 或者trade in 你部hustle 其实是要射给总公司 它用来扔的 因为为了是想拿阔一点的市场佔率 就有25位用来做赚钱的 那很不环保啊 是啊 那Canon今次标榜是环保的嘛 所以就委托了一间 好像一些电话一样 就有一间回收箱 接着就商了 是啊 那就聚了trade in offer 不如我们假设一下自己 是拿着A92的用家先啦 对啊 A92用家 一万七千五元和你买了 你什么心情 我就觉得 你给我啊 我三个东西买一部机回来 你叫我亏万几 哈哈 刚刚出的而已 所以呢 那我们也有看过有不同的型号 A92啦 还有A74啦 新机 A7R40的新机都真的挺划算的 是啊 我们看看哪些是跌价王 不是我们讲的 是Canon讲的 是啊 跌价王 其实我们逐个牌子讲 好吗 那Sony来计 那刚才说 A7R40 它给了一万三元 即是跌了七千元 是吧 那但是呢 原来发觉呢 最保值的机是什么呢 是A7C 啊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呢 其实我们想知道 就是 在行内的品牌 是 如何看它的竞争对手的价值以高与低呢 是啊 那刚才说到 那部A7C呢 那个价钱是 大概一万二元 松一点 那回到去呢 它真的给你一万一元 这个真的 真的 不讲得笑 其实当我今天要放一部A7C 是啊 是啊 其实万一元都算是fair deal 是啊 是啊 因为你再看看它A7R40 它给人多少钱 A7R40 现在 sorry A7R40的话 你看看这套 7500 所以 即是你给我吗 就是当我们还在说 哇 你出部A7C出来 你没有东西upgrade过的 只是转了一个反屏幕 缩小了一个机身 但是原来在Canon的眼中 原来它是这么有价值的 可想而知 就是 Sony的策略是很厉害的 是啊 那说完Sony 那我们真的在说它 在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说 约定组成 就是Canon Nikon两大巨头 在互相竞争啊 穿同一条底裤 大家找同一班客人 那我们 以Z72来计呢 它的价值 trade in价 我就觉得 17000元 现在上网看二手价 就 未有人放的 是 暂时没有 Nikon用家都很忠心的 是啊 你看看Z7就有人放了 是 我见现在的成交价 大概是一万到一万一元左右 是啊 那它比较一万 那它都fair deal 是 那它算是挺尊重Nikon的 是 你见它的价钱都相对合理 你看这个D6 是 28000 算很尊重对手 是啊 你见Nikon的价值也算稳定 是啊 是啊 那 我想Z62 Z72 它都是放价值 一万万七 它明知没有人会拿去trade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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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那 其實 我自己 假设我是Canon 来计的时候 我是應該很想搶 Nikon 市場 回到 那 变上 它的价钱来说 反而它现在好像 有多么尊重Nikon 就是 你想一下 Nikon 那群客难搶的 是 Canon 都心知 是的 那群客 就是 就是 搶不到了 很忠心 搶不到的了,那不如給大家一個fair price 尤其是新機都沒有什麼誠意 就是放出來搞笑而已 就是說這部機不值錢了,那是什麼意思而已 就是心頭上的東西 但是這個人是不會care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過來升級 所以他叫升級 那我又想另外,究竟Canon有多照顧自己的用家呢? 我這個東西我覺得funny 他反而不是很尊重他自己 是的,5D Mark IV 其實在說一句,有很多人仍然堅持在用單反 甚至乎可能是有一群他們自己的忠實粉絲 甚至乎是5D Mark IV、1DX Mark III 這些這麼高端的市場 應該是最去體率 或者是最想他們自己入回自己大家庭的 就是由單反轉無反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過原來5D Mark IV 只是一個8500的價錢 這個我是覺得最擔心的 這件事我覺得就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根據我在二手市場的理解 是 今時今日的5D Mark IV 是,14000左右 是的 香港是14000港幣 是的 在內地現在 成交價仍然是11000-12000人民幣 但是它都是14000港幣 你看看 這個16000元 還有14000港幣 還有14000港幣 就是內地價 內地移除人民幣 這個真的在說50%差距 就是又是 即是怎樣呢 即是究竟有沒有心叫人升級呢 還是名額呢 現在 按著搶 就是又是叫你買兩部 是吧 即是保留兩個系統 你不要拿來了 還是等別人不知道 不懂計算那些走過去呢 如果我是Canon的話 即是trade in price 我會先給自己的產品 我就算是不是 我都先提高了 因為我就算自己品牌 trade回自己的產品 我起碼可以把它做refavorage 你看回Nicco D6在付多少錢 28000 就是了 什麼了 是啊 即是怎樣 大家都是旗艦機 那就是很不尊重自己 對的 那如果你說1DX Mark III 它是27000多的 好啦 但是 我不懂說它 為什麼會將 因為其實5D Mark IV 是市場上最 持有 最新 最新 最多人用的 可以說是 那如果你多給8500 而我 即是你做到你的training program 你當然想多人做這件事的 其實你5DXR 你說8500 我覺得都合理一些 因為舊 但是 5600 5600 那一部高像素機 即是 我是不是應該 invest你的旗艦機 如果你這樣對我 其實它是不是自己說自己的機 都是不太保值 不是很保值 但是最不保值 在Canon的眼中 都不是Canon 真的 不要生氣 我們拿回市場價值給大家看 外面 H-H-1 雖然 新機價格 都是說8000元不到 即是拿到最低價 但是 在Canon眼中 它只不過是值3200 所以 大家 沒有初心的 有初心的 X-Pro3 對 6500元 都叫做新機 對 6500元 人家是14000多 又是泰廳機身 對 然後另外 就是 X-T4 大家都常常提到 即是說 在富士裡面 我們真心覺得 它是好用的 X-T4 Codec也好 X-T4跟A7C是同價的 同價 是的 那它就給了7300 其實我們說這麼多 當然我們都會看 就是外面的價格是多少 但是其實反而 我們提了這麼 它比A7C貴 是的 以標價裡面來講 那當然 就是鏡頭裡面 就可以多了 但是我們就會提到 就是在這麼多 一個品牌裡面 就是在Canon 它報了這麼多價 其實我們就是正正 是想看回 究竟 即是你 你官方的一個品牌 它報出來的二手價 其實是很在於 我當我是Canon 的話 我是怎麼看其他 牌子的競爭對手 的價值的 不如我們看看X-T4 因為我們很多觀眾 持有 是 因為我們講完之後 它值1200元 喂 但是Carol 整晚幾次 收2000 收到收2000 真的有沒有誠意 所以 所以 就是 誰去升級呢 如果是1200元 我的袋在這裡 炸袋不好 它其實真的針對 Nikon 的人 這樣聽下去 它給的最多是Nikon 是的 以價值來說 或者A7C 或者A7C 其實可以 從它的價值來講 就會看到Canon 它最擔心的型號 是什麼 是的 或者如果你不是一個Canon 用家 你要考慮 你要買什麼機的話 其實都可以這樣想 還有一個神奇的位置 可能你沒有留意到 你有沒有留意到 Nikon的Z5 是沒有得 出現 出現的 是的 為什麼呢 是的 Z50都有 但是沒有Z5 是的 所以 它跟Nikon那種關係 是 很奇妙的 我想 我都不太明白 那你Z5 那些客人 是不是應該更加 引它過來才對呢 為什麼你不出一個offer 是不是沒有一個 適合的價格呢 還是這個出現 對於你來說 真的用來賺錢的呢 擺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 講得明白 就沉了 Joy 真的太過分了 為什麼 train現在這個世界 不是拿市場佔有率的呢 不是 它沒有什麼做 找些事情搞一下 就是 叫做做了 其實這樣變相 是幫助對家的 那你 令到 你是訂立了 對家的二手價的市場地位 是的 其實呢 真正有些什麼人會train 就是我們客觀一點點 是 說了 其實譬如你的機器真是夠到離譜 是 在KR的時候放半年都沒有人要的那些 那這裡都有些四五百塊 五六百塊 當喝一頓茶 是啊 但是它有扣減的 大家都要看回它的細節 不是原裝電就減200 鏡身有花就減100-800 咦 那不就要拿D3200 那不就要貼錢給它 是啊 就是不收 然後其他有死點 那些鍵有問題 全部都是視乎情況而定 其實剛才說了那麼久 富士那群苦主都還不是最慘 你看看Panasonic 真的很悲慘 喂 S5 7千元 沒有被多 如果假設有興趣Panasonic的人 想去train的話 train我們 出來我們 對 7千元我們給你 對 因為我們需要一部L-month的相機 沒錯 對 而我們不捨得 對 認真這個 對 一部SL SL SL2S 我們出了7千元收 哈哈哈哈 吃夢都來了 是啊 今天這條片 就是 都由一個官方的Canon為置 來定立的一個train-in offer 我們把那個train-in的表 就放上去 快上去 大家可以自己參嘗一下 自己家的機器值多少錢 是啊 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但是記住 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還是有心去做train-in的話 記得要預約時間 是啊 不是那麼容易 是啊 highlight得到的 要定立某的時間 去回他們 新車機廣場上面的Canon Hub 裡面 2點至6點 才可以做到這個train-in 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有興趣train-in的 你可以先聯絡我們 了解一下你手上是甚麼機器 我們可能會提供一個 更加好的提供給你 哈哈哈哈 可能你拿完現金再買到有好處啊 還有香港也有一些挺好的平台 哈哈哈哈 搞甚麼呀 所以就 大家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想很多次有些貴機的人 應該 看到自己值7,3元那一刻 會有點生氣的 其實在Canon的官方Facebook那裡 已經很多人留言了 是啊 都不用我們這裡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大家 舒緩一下自己的情懷 買相機 是啊 早知道我買A74 不硬正的 當然啊 是啊 好 拜拜 我會想知道 Är餘 你 你 你 我們 可以讓你多謝謝你